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助理想要回来 在26,500平均高位置的资氈碰到50天线 碰到50天线正少回落 说短短一个星期左右行业跌了差不多 接近2000点 但今天研究可以讲是止跌 走势止跌了 但会否接下来是否会再升 其实是看星期一是很重要的 下星期一 因为今天那支针其实是不够长的 如果今天那支针可以拉长一点 力度会更加好 或者支足再长一点会更加好 但重点是看下星期一 但其实看回都是向好的 因为如果它是止跌了 假设下星期一 可能没有政治因素的关系 也可能没有环球坏消息的关系 正常下星期一 应该是慢慢在这些水位徘徊 总之短时间内 可能下星期一、二、三千万不要再跌下去 否则可能再跌 其实市场可能有机会向下到二万三千多的指数 但如果下星期一不跌的话 会慢慢整股 可能都会在低位上徘徊 可能就徘徊 再慢慢拉上去 其实很多股票都不错 好像是快手 1024 1024 昨天我自己在YouTube频道做直播 也有观众跟我说 1024近期北水 在SeaCase买得很多 你说1024出了很多消息 其实都不利于它 但是近期北水力度也很强 今天仍然是很大成交 我想rebuy也有它的份 没理由有这么大成交 其实1024你看回 好像它之前 大家看回它 由开市的时候到现在 你说它刚刚上市的时候 它的价位 它最高的时候是400多元 400多元 一路跌跌跌跌跌 跌到现在 但是近期 虽然你说港股 就是一般的 但是其实它也没有再跌了 因为它之前已经是插得太深了 它之前插得太深 跌得太多了 所以其实它现在 其实是慢慢在收集 慢慢开始向上回 所以这个 但是如果它可以 站稳102元留上 其实它会慢慢拉上去 嗯 好 而且1024是重点 重点是值得推介 重点值得推介 是的 因为它已经是说 在之前已经跌得太多了 而且现在在低位也收集了很多 所以应该会慢慢拉上去 但是你上网是什么位 因为它始终看回一年度来说 其实45度角落 你说它很快跌又不算 它慢慢阴跌 如果这一转买 现在这个位置 100元附近买 是这样才算 网位置是多少 其实 现在我们都是看动力去看 如果可能没有什么 特别太坏的消息 到时可能再看下一个空间 我想是120元 130元 短时间内都可以去得到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